这个视频将教你把2.5G路由器的电源线剪掉 让你的网络连接更加简洁 聪明的网友可能已经猜到 不就是PoE供电吗 电源和数据都通过一根网线传输 但是大部分的路由器不支持PoE供电怎么办呢 我做了个小实验 2.5G光猫的2.5G网口 通过千兆PoE分离器 连接2.5G PoE交换机 这个交换机型号是S1106P 那么交换机的其他网口能跑千兆还是2.5G呢 我找了台2.5G路由器 中芯B5100 Pro家 用它的2.5G网口连接交换机 手机连上中芯的WiFi 打开全球网测APP测速 速度跑满我的千兆宽带 达到了1300兆 很显然并没有被千兆PoE分离器影响 不过我还是对它不放心 我们用局域网再测一下它的最大速度 电脑的网线连接路由器的另外一个2.5G网口 流量经过千兆PoE分离器和交换机 最终到达金色的小主机 我使用开源程序OpenSpeed Test测速 速度超过2.4G 算是跑满2.5G局域网 我再把网线直连交换机 测速结果也差不多 看来这个小东西的速度被反向虚标了 它的标签下面还有协议 我根据这个协议查到了它的线序 我们看表格中的模式B 供电阵级用到了网线的两根心 蓝与蓝白 这两根心刚好在一组双脚线上 双脚线传输的是插分信号 同时叠加相同波动的电流 并在最后阶段分离出电流 那么就不会干扰数据传输 PoE供电复级在另一组双脚线上 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它的传输速度 用它跑2.5G 甚至万兆都没有问题 还有个疑问 PoE供电和普通电源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用的交换机是SE106P 很早之前就买了 现在有更好的SE106P Pro 这个交换机它的前四个网口 总功率是55W 单口最大功率30W 而PoE分离器的输出是12V2A 也就是24W 我实测一下看看 是否能跑到标村的功率 首先测试交换机通电时空载的功率是3.3W 我直接给它接上了功率稍大的N5105小主机 小主机有反应 一直处于不断重启的状态 应该是电源不够 此时交换机的整体功耗是26.1W 减去交换机的自身功耗 设备的功耗大约22.8W 再算上转换效率 我估计接20W以内的设备比较保险 目前我测试的大部分路由器公寓都在10W以内 使用PoE供电没有问题 只有H3CB18000和小米万兆的峰值功率会超过20W 不建议使用 有了这个神器 再配合单线复用 可以搭建极简的家庭网络 我想了三个方案 方案1 光猫做组路由 光猫和交换机放在肉电箱里 光猫PoE取电 肉电箱省一个电源 这样接光猫很稳定 我测试了100多个小时 一切正常 交换机的网口通向其他房间 接AP或者其他上网设备 同样也支持PoE供电 方案2 使用单独的组路由 光猫做桥接模式 肉电箱同样只放交换机和光猫 比如我使用的阿里云AP 它自带PoE功能 我把它刷成了OpenWRT系统 做组路由 交换机的网口通向其他房间 其中一根线接组路由 其他的接AP或上网设备 这个方案中 组路由也可以换成普通的路由器 如果你想和我一样 只用一根网线接交换机 那么需要将组路由 刷成OpenWRT系统 网口设置两个微量 单线复用 方案3 组路由 光猫 交换机都放入肉电箱 PoE交换机起到的作用 主要是给远端 不方便接线的设备提供供电 三个方案的物理接线都很简单 最核心的是组路由器的设置 我会单独再出一个视频讲解 这个视频主要给大家介绍了 利用PoE分离器和2.5G PoE交换机 给网络设备多一个供电选择 同时简化接线 让家庭网络设备连接更加简洁美观